許多車友都問過我們 比較重的輪子下坡會不會比較快 重的輪子是不是比較有慣性 今天我們就來實際入測一下 這次我們用CAMPY的ZANDA輪組 先秤一下空重大概1.9公斤 然後就是主角 傳說中的小鋼豬 把它倒進輪框中間來增重 藉此測試增重以後的差異 確實的灌好灌滿以後再量一次重量 5.8 整整增重3.9公斤 這個就是我們的增重組 輕量組方面為了求精確 我們在背包裡放了3.9公斤的鋼豬 以確保下坡的重量是相同的 那麼好了我們就出發囉 我們挑選彰化燈外環的直線下坡 2.2公里的大下坡沒有轉彎 不踩踏也不斷煞車就這樣直直的給它溜下去 剛開始騎的時候 就起步過紅綠燈真的是超級突然 等到速度上來以後整個感覺很穩定 也比較不會震 好像舒適度增加了不少 但是下坡比較陡的時候 速度感覺沒有如預期般的增加 反而是輕量組遇到陡坡速度一下子就上來了 當下坡速度到達極限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 重量組的卡在65公里就上不去了 可是輕量組的這邊還能夠逐漸的往上增加 但畫面上這時候速度已經相差超過4公里 重量組這邊越差越多 而且極限移就只能到65公里 輕量組已經到達70公里了 重量組這邊騎起來很穩很安心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右邊的確是比較穩喔 兩組輪的極速最高的時候可以插到10公里 不過呢感覺得到 下坡的能量其實是純到輪子的裡面 因為當快到底的時候 重量組會有一種殺不住的感覺 煞車要多花大概兩成的力氣才可以正常減速 反而輕量組的輕輕一殺 速度就明顯的掉下來 騎完回去以後 我們把資料放進電腦裡面速度拉下來看看 這個是加重組的速度曲線 藍色是輕量組的速度曲線 不管是最高速啊加速度啊 輕量組都明顯的比重量組來得好 但這個實驗的結果並不代表重的輪子比較慢 因為還有框高、剛性、空氣力學的原因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相同的輪子 就算框體增重它的速度也不會增加 以上就是我們Vero4第一集測試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分享 也歡迎留言討論你的想法 那下一集我們要來試試看 探牽輪下坡到底有多麼的燒光 請持續關注我們的內容 就這樣,掰